早上我们到达比赛场地之后 就有现场的参赛车手和附近的摩友过来试驾 现在要去比赛场地 我们拆掉了排气以及编程支架 由于刚下了雨 地面还是比较湿滑的 今天只是熟悉场地 这是一个55度的长陡坡 我们看到后轮还是很容易打滑的 现在这个陡坡是一个45度的陡坡 一共进行了三次的陡坡的尝试 都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目前看来这个大海盗的状态 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台大海盗 它都是出厂的配置工程样车 没有针对这一次比赛做任何的改装 都是保持着原厂的状态